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BCGAME的頻道 我是BCGAME 今天和大家玩足球小將的粉戰夢幻隊 上星期我沒有拍攝那一集的活動 以為小弟的私事比較忙,過了一個星期 今集又回來了 跟大家繼續介紹一下足球小將 這個星期先看看有什麼新聞 上星期的活動也不多介紹 因為大家都已經玩了整個星期 而且都快結束了 所以就 skip了 首先講講3月16日的新聞 好了 Leak的新聞 就是有一個regulation match 準備就會開始 今次的regulation 就會幫助力屬性 力屬性parameter 它是要怎樣去根據力屬性去升呢 它是要怎樣去根據力屬性去升呢 它是逐個逐個人都可以 還是一定要整隊都力屬性 才會有增加力量呢 要看看到時候 現在還沒有講解 很快就會知道 由3月19日至3月26日為期 一個星期的 就會有regulation match 下一條 剛剛更新了 Version 1.9.0 更新 看看它有什麼更新 第一樣 第一樣就是challenge role 參加條件 它追加了 team的自動編成 系統 不用像之前那樣 嘩 會餐死的 它又自動編成 一按按鈕就搞定了 第二就是新的event的準備 可能接下來下個星期 應該就會有新的火光event 因為半刀 月中限定之後 它就會來一個火光event 應該 看看它會到時候有什麼玩 第三樣就是leek 的... match 哎呀 忘記了那個字怎麼讀 先看看 哎呀 剛才剛才還檢查完 這麼快忘記了 哎呀 是 match logic 即是 它的... 匹配的邏輯 它可能選別人的 就可能會修正 例如你比較近一點 你的... 戰力 即是不可能不會太實力懸殊吧 不知道呢 它會有一點修正 好 之後第四樣 Scenario Stage 畫面的選擇 以及 Team的選擇畫面 它的... UI有少許改善 它會改善什麼 到時候看看 大家自己摸索 應該都影響不大 好 另外 Android機的朋友 比較開心 它的Performance 就會... 增加 會比較好些 之前也有些疾機 現在好像玩了一天 都覺得OK 好像挺順 所以應該真的有少許改善 看看會不會真的快了很多 另外還有其他不具合的會修正 好 下一條 好了 另外 又有一堆選手的特技追加 看看 有什麼選手 好 首先就是王者偉 如果對... 對... 對手是日本人選手 那PALAMETA就會加20% 三燦唇 就是... 如果有松山光在這裡 那麼... 在隊裡 他的能力值就會加20% 好 束使 如果他射門之後 然後... 龍門用手摺 的時候... 咦... 嘩... 先回到這裡 嘩... 遮住了一會兒 不要緊 好... 束使 如果對手是龍門用手摺 的時候 他的能力值就會加20% 赤井 然後... 然後... 那... 那... 如果... 解讀勝利的... 場合 他的能力值也會加30% 譬如... 如果... 他用... 即... 他要過幾 應該就是擋的 當你用肩膀 block 別人射球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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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蠻好的 真的蠻強的 好... 那... 到泰來 如果有大智慧跟隊伍的話 他的能力值也會加20% 最後就是太陽王子 那... 他就是... 如果... 對手用的體力... 就會... 消費量就會增加15% 嘩... 如果對正太陽王子 你有射球的話 你又... 用多一點氣 就是... 用多一點體力去射球 好... 那... 繼續下去了 那... 初心者的應援定期GIF 唉呀... 960Yen 那你就可以買一份 14天就會有很多東西拿的了 那... 這個不多介紹了 那... 那... 好... Challenge Roll 那進去看看吧 哇... 今天都很多... 新聞出了 這個星期 很多Event 好... Challenge Roll 好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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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算上次的30關之後 又再追加多5關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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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LV一張,也有兩張 其他最主要是有什麼 主要內容、決定點 有什麼報酬,跟剛才說的差不多 跟之前玩的Challenge Roll都差不多 好 把它放進去 好,然後還有兩個 好,接著是Anime Japan 2018年 它又有一個表演進去 之後又有Campaign 有東西送給大家 Log In Bonus 連續10天 總之計10天 開始時間是16日,接著是4月6日 兩個星期 總之計10天,就會拿到下面的東西 第一天就是力術性的盧比道 Notebook 即SSR 三份 第二天送10個夢球 第三天就是力的覺醒書 30本 第四天就是50萬 第五天 第五天就是速聖的盧比道書 三本 第六天就是速聖的覺醒書 第七天就是球王覺醒書 第八天就是技術性的盧比道 Notebook 然後 第九天就是技術性的覺醒書 最重要的是第十天 它就會有Anime Japan嚴選的SSR確定券 一張 它這個嚴選的確定券是日本那邊 還是什麼 還是全部呢 我不知道 它這裡有兩個課金套 關於Anime Japan 三千日圓 它會有一張日本選手的SSR確定券 這是第一份 這是日本選手Pack 另外還有一個海外選手Pack 兩份 我也進去看過 選擇那些人 我覺得真的一般 很多都是舊人 隨便看看 日本選手那邊 那邊有Bow 1強 中學強 王者偉 泰萊 曾隊長大智偉 接著有泰萊 第二個 都是很舊的 也有一個新的 也有小娘 好 好 看看日本 這個是日本選手那邊 看看外國那邊 看看外國那邊 好 外國選手 看看有沒有新人 有什麼新人 好 十五章 速使 拿破崙 比爾 有沒有新一些 後面有沒有新一些 都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 這堆人 都是比較舊 好 回去了 不知道大家打 我打了一整天 我都 一回立 我都 打了幾天 有些球員 都還不夠升 所以 我都慢慢通過 因為 因為小號 更不用通過 一回落 我都已經 小號又мотря不到 限定人 我就 你打了 什麼限定仁 所以我也算了 現在又儲了50個球 轉頭又抽一抽月中限定 看看有什麼抽到 好了,到最後這個月中限定了 兩位選手 沙地魔神伏爾金 另外還有 祖田 投衛祖田 看一看 詳細能力值不介紹 只是看一看必殺技 能力值是後衛 單位置的後衛 看一看 它有 Team Skill 技術性的鏟球會加20% 然後 特技是 體能Killer 即是 Matchoff當時雙手 對手 體力會增加15% 好,必殺技 剃刀鏟球 二枚刃 這招應該是二段鏟球 然後 富必殺技 有剃刀全球 另外還有 有素組的PASSCUT 基本上 有鏟 有全 也有PASSCUT 非常全面 它應該都 有沒有Block 我忘記了 它應該都可以 有Block 可以吃的 能力值Defense 方面 它是18,500 都非常強勁的後衛 當然 不夠完美行定的後衛強 好,到魔神伏爾金了 攻擊力就是17,000 Team Skill就是 力屬性的射門 加20% 它雙位置就是前鋒和後衛 有2個射球 一個是頭鎚 高球 然後是低球 頭鎚 頭鎚 兩個都是頭鎚 頭鎚 頭1點 下面是魔神 Heddle 兩個都頭鎚 只不過是高球 一個是低球 另外 也有一個鏟球技 即是攔截技 就是 High Power Tarko 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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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Critical 發動機率 兩倍 即是很容易有採截 另外 有一個舊的 collection 限定的人 就會有 這個都會上升 西度 沒有記錯 應該是之前的 過去的Dream Collect 限定選手 對 西度 好 以上 今天就來到這裡 首先 繼續去 就會來個 抽 看看這個小號 能否抽到限定人 試試看今個星期有沒有運氣 這個小號 好 看看還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摸一下 咦 有個point 就拿這個來開開運 先抽一下 即是 接下來 我也想再開一次直播 不過我盡量找時間 暫時還沒想到 看看什麼時間可以 因為 近來真的個人有點忙 咦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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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了彩波 我猜不到 咦 嘩 新 新 嘩 這個中了彩 那怎麼辦呢 我抽不抽 單抽兩下先 不要 不要十連抽 我怕服 單抽一下先 單抽一下先 剛剛採完之後 十連抽 我怕未必有彩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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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拿到來 斷腳 可以 還是單抽呢 還是單抽呢 再抽一下先 應該可以三單抽 看看會怎樣 好 一隻三四五隻雀 好 又是沒有東西的 都是斷腳 好 來興 亂都是 咦 不是呀 單抽 十連抽先 我也是 玩玩的 好 來啦 十連抽 好 好 好 早知道剛才多玩一局 玩一局之後 可以 多個 多個 多個球 六十齊頭 嘩 中計了 看來應該都不中了 咦 盧比道波 好少見 出回憶 咦 有個彩 咦 變多顆 嘩 有兩個有兩個 多謝多謝 好 第一張不是限定的 第一張 咦 中到 嘩 是不是 新一張來的 對了 Wesler的 體能 即是跟Wesler 即是跟那些 摔角獸差不多的體能 他這張叫做 對了 中到 中到限 猜不到 咦我有一張 終於 有個新前鋒或後防 咦 可以玩一下 好 多謝K 我竟然中到 這個小號 又可以 又有 又有 心機玩一下 因為之前一直都中不到限定 這個帳號 根本是半氣 又可以再玩 咦 中到 好 多謝K 嘩 好開心 嘩 立即敷了 但是不管了 遲些才弄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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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 輕輕輕吃一點點 嘩 今天非常幸運 嘩 這樣輕輕玩的話 我有三張 基本上是一張限定 接著之後就 一個 其實可以叫做兩個前鋒 一個中後防 或者後圍都可以 喂喂喂 我要進去 鎖住這張卡 不是一會兒吃錯了 嘩 先把卡拿掉 哎呀 算了 不要理會了 好了 先吃一點點 之後就 這張也不錯 咦 我沒有 哎呀呀 看看我幾下 我教練卡也沒有 好 好 隨便把卡拿掉 好 好了 今集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 高台貴手 雖然我抽到三張 三張SSR 希望大家都給我一個Like 繼續支持我 另外 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都考慮 看下一次 什麼時候再開直播 和大家玩這個PVP 主號都在努力升 看下 下星期 看看出什麼 課綱活動 到時再做節目 跟大家講解一下 到這裏 再說一次 希望大家都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也有個Facebook page 希望大家都可以追蹤一下 希望大家都可以讚好我這條影片 如果覺得好的 希望都分享給多些朋友看 好 到此為止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